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长孙大人 已经暂时放弃了 杀我的年度 也放弃了战卜 让我随羔羊公主 陪下去防抚 陛下 这样的结局 对于我来说 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陛下 你是贤明的君主 不要为了我一个人 跟这么多的大臣 对峙 这样 反而会让天下人寒喜的 朕这个贤明的君主 为了天下 却负了你了 陛下 这个是去城外 山里驱水的马车吗 是 每天虚时 从宫里出发进山 每天卯时 从山里又回到宫里 陛下 把这个马车 系上一个铃铛好不好 然后 让这个马车每天 都可以经过房府 这样 在每天清晨出发的时候 一听到铃声 陛下就可以想起媚娘 当此马车经过房府的时候 也是一听到铃声 媚娘 就能够想到陛下 启禀娘娘 那五妹娘 已被隔去残人封号 现已被贬入凤阳阁 成为高阳公主的侍女了 公主出嫁时 她便随着公主 离开皇宫 迁入房府了 知道了 你退下吧 是 五妹娘 你为什么 身处如此畏惧 却还不死 启禀娘娘 那五妹娘派人传话 请您往御花园一续 知道了 你退下吧 是 芮安 叩见陛下 嗯 起来吧 谢陛下 芮安 是你有要事要禀报啊 启禀陛下 芮安 侍奉武才人之命而来 是 媚娘 我刚得知昨晚的消息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从房府给接回来的 姐姐 是你在宫里散布谣言 说我没有回来的这些年 其实 是跟陛下去北境随军吗 你找我来 就是为了要质问我 你别忘了 在这宫里知道你去北境随军的 可不止我一人哪 将你消息透露出去的密函 怕也不止一份 朝中数十位大人都已经收到了 你看 这是我费尽心思弄来的 你不妨瞧瞧 上头是谁的字迹 不妨瞧 媚娘 媚娘 没错 这确实很像芮安的笔迹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忘记告诉你了 在那天晚上 我并没有完全对您说实话 这件事情 我没有跟芮安提过只字片语 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在这个世上 另有人知道我去过北境 但是以为芮安知道这一切的人 就只有你一个 好啊 原来 你这么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没错 将那密函发给长孙无忌的人就是我 你要怎么样 是你让温娘拦住了芮安 换掉了我要给太子的字条 让太子误以为 她已经被废了 只可惜 你 就算陛下 我以为你参与太子谋反 她还是舍不得杀你 是你 杀了温娘 我挺喜欢那丫头的 我也从来没有把她当作过下人来对待 可她宁可站在你那边烦我 我也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你就那么恨我吗 恨你 你 自书公以来 我把你当亲姐妹一样照顾 获出性命来保护你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 你对陛下已经心灰意冷 你给我希望 然后 又一次一次地投入她的怀抱 你把我那一点点可怜的幻想给踩得粉碎 是你对不住我在先 是你背叛了我 你还记得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独自一个人 在御书房陪伴陛下 那一阵子 她刻意疏远你 却对我很好 时常与我谈天说笑 直到一日是笔 她唤我颜末 一胎头肩 竟然错叫我妹娘 直到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 这世上要是没了你 我才有可能得到幸福美满 所以你就要千方百计地除掉我 你认为 只有这样陛下才会对你钟情 如今这后庭 你是我的天下 我若真心要除掉你 你能活到现在 我想了那么多法子 我只是想要你离开陛下 妹娘 纵然你负我良度 可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做回好姐妹的 只要你离开皇宫 只要 只要你答应我 不要再回来纠缠着陛下 我什么都答应你 就算是我求你了好吗 妹娘 算我求你 我求求你了 妹娘 我求求你 去了皇府之后 就不要再回来了 只要你不回来 我便还有机会 我便还有机会 做回当年那个 善良温柔的徐慧啊 妹娘 你答应我了是不是 你答应我了是不是 是 这些年来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论容貌 论从慧 你们有一点不如我的 可是 陛下 偏偏为何会对你无动于衷 你始终得不到的 无关皮笑 在乎人心 陛下是谁 他已经跃进了人间世情 难道会 看不出你那些如此丑陋吗 又怎么会钟情于你 就算是我不回来 你以为 陛下真的会爱上你吗 别做梦了 徐贤妃 现在的你 这一辈子 都会活在我的阴影里面 你注定会输给我 好 求不要在这儿 惺惺作胎了 我输给你 难道不是吗 你所骄傲的一切 拥有的一切 在陛下的眼里 都是可有可无罢了 你那些跟陛下最美好的回忆 甚至 连你第一次爬上他的龙床 都是因我妩媚娘而起 你 在我眼里 你不过 就是一天活在 别人的阴影里面 永永远远 只能做别人替代品的可怜崇拜了 不 不要 你看看你现在自己的模样 你看看你的模样 跟世纪泼妇有什么区别 后庭之主 你不觉得你是一个天大的秀魂吗 住口 刚才那一巴掌 算还了我们两个人多年的情意 徐贤卫 从今天起 我们两不相见 如果你胆敢再伤害我 我批定十倍分还 你不要逼我 都是你逼我的 现在 是你在自寻此处 知道你现在全情后庭 可是你别忘了 我们全情在咫尺 如果我现在手里没有一把匕首的话 我一定会要了你的性命 但是 我不会杀了你 因为在我心里面 那个我最敬重的 最疼爱我的徐姐姐 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 是十一郡徒有臭皮囊的喜事走肉罢了 你 放弃了 别再害人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下场 你不会有好结果的 是 不是 你的 是 你 你是 你 你 不 在这宫里 有数赢没对错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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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赢了你 五妹娘你听见没有 是我赢了你 大姓 大姓 来人呐 来人呐 奇怪 这宫里除了你一个人 那些人都去哪了 别叫了 整个景乐宫 除了朕以外 没别人了 陛下驾临 请恕臣妾有失原因 你先去吧 是 方才在御花园 你跟五妹娘说话 朕就在不远处 陛下 可有话想问臣妾 城前原本不会烦 是你害了她 对吧 你还杀了自己的侍女 对吧 三番五次栽赃陷害五妹娘 对吧 你就不怕朕知道了 会对你恨之入骨 恨之入骨也好 爱恨相依 恨之深处 至少也是一种情分 远比之前 陛下对臣妾 视若无睹来得好啊 对吧 陛下 若我臣妾 你本当可以跟妹娘 长相厮守 若无臣妾 太子也许不会造反 若无臣妾 理他也不至于 被贬至他乡 陛下 你可知臣妾 对你用心良苦 多亏了臣妾 陛下现在 才能过上眼前 如此惬意的生活啊 陛下 陛下你杀了我吧 若能求得陛下赐死 至少陛下这一生一世 都不会忘了臣妾 朕不杀你 这样太便宜你了 你仍然是贤妃 仍然住在这锦乐宫里 但只是你一个人 陛下 不许自猜 否则我灭你九族 臣妾 这么做 一切都只是为了陛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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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ассказыв gute 媚蜘 如果现在已经被陛下 灌在锦乐宫里 她的余生 就在那儿度过了 媚蜘 我和姐姐给你报仇了 媚蜘 我和姐姐给你报仇了 媚蜘 媚蜘 伦恩 我姐姐 别哭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 你看 温娘的仇你也报了 徐慧 也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 是时候 我也该离开这儿 姐姐 都怪瑞安 如果不是瑞安执意要给温娘报仇 就不会发现这些真相 姐姐兴许在这世上 还会有个好姐妹 不 不怪你 是她自己作孽 姐姐 明天我可能就要离开皇宫 在走之前 就想过来看看你 请老公的风水肯定有问题 整个太极宫里最不祥的宫殿就是她了 姐姐你莫喜爱我 这请老公怎么了 先是刘贤妃在此宫自尽 先依徐贤妃又被变成冷宫 你说此地想还是不想 那咱们赶紧离开吧 莫要在此地停留 这位公公 请问外面为何如此热闹啊 你不知道吗 今天是羔羊公主出嫁的日子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劝我少喝都可以 只有你不行 你应该理解我心中的苦慢 咱们现在可都是备受求不得离别苦的煎熬 应该同病相怜才是 难道 你对困在这房府的日子 甘之如頤吗 其实在这房府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好的 锦衣玉石依旧 出入也更自由 我觉得 倒是比在宫里 还要自在一些 是啊 你想去哪儿都行 就是不能入宫去见父皇 光是看那取水的车架 就能解相思之苦 真是笑话 来 既然心中苦闷 就该喝酒浅怀 何必老憋着 来 陪我干了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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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馄饨 卖馄饨嘞 信我吧 馄饨来了 行慢用 谢谢老板 馄饨 卖馄饨嘞 用馄饨 老板 多少钱 五文 谢谢你 赶您钱 姑娘 你是不是觉得这养月钱 有问题啊 我敢用我这个铺子担保 这绝对是真的 养月 养月钱 是啊 凯元铜宝贝上的指甲线 姑娘不觉得像月亮吗 这钱呢 早半年就出来了 全都一个样 小老儿啊 为了这钱 可费了好多口舌 哎呀 哎呀 坏了 陛下 倒也不难看 仰如彎月 陛下 近日怎么练起楷书了 道似是临摹自学的 未得恰当指点 有几处万例还用得不对 韵笔时 气息要稳 你应该 嗯 他们都笑话我 都指责我 似乎我是无药可救了 可大唐有那么多公主 根本就不差我一个 但这世上 就只有一个便机 能跟你相爱一场 这才是我高贵的人生 总是万劫不复 我也绝不后悔 嗯 大家 歇息片刻喝口深汤吧 嗯 哎呀 其实像这些啊 大家完全可以交给 长孙大人和房相他们来处置 哼 近一年来 他们已经替朕担待不少了 再说 朕年纪大了 他们的年纪比朕还大呢 嗯 高杨最近如何呀 有没有收敛点儿 老奴正要向大家禀报 他越来越喜欢悲中之物了 他会经常举行诗会 邀请一些文人骚客 饮酒赋诗 几乎每次都会喝醉 哎 这房医爱也不管他呀 驸马 驸马爷对公主用情颇深 一直多有迁就 所以 所幸还有武才人陪着公主殿下 也只有他能劝劝公主 让他不至于太过消沉 其实 都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依老奴之间 大家是不是可以 试着把武才人给接回来 君无戏也 更何况 只要媚娘不回到宫中 她就是安全的 哦 来 快来 跑啊 跑进跑进吧 跑进跑进吧 三哥 好剑法 好剑法 是 好剑法 是啊 是 方九隐姓林 孤沉小福音 高阳今日的姓林酒宴 的确是宜情宜姓 只是 你请了这方外人在这儿 着实是上了风景 三哥 今日这美酒啊 包括你喝个够的 你只要尽兴就好 这酒汗心饿之后啊 自然也就分不清 什么方里还是方外了 是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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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喝 来 来来来 请 好 来来来 请 好酒啊 来 请 请 来 好 来 请 来来来来 没酒了 快倒过来 来 喝啊 再来一杯 来 好 请 去取酒 去取酒 不 妹娘 你去替我取客好啊 来来 请请 你呗 吃菜 来来来 来来 请你呗 五姐姐 制奴 太子殿下 今日也有一份好心情 不然 也不会来到这心灵救死 好久不见了 五姐姐 你还好吗 你不要怪我不请自来 眼下唯有这样 才能见到你 今日我几次三番去王相府上 都被挡了回来 幸好要高杨妹妹的帮助 才有机会见你一面 今日 心灵宴上 高杨确实任性了 他不该请便机来的 更不应该 把太子殿下也请了 一年了 足足一年了 父皇如此新颖 看来对你的情 已经乱了 只可恨怨天罡那个妖道 与你素未谋面 竟然就把祸国殃民的脏水 泼到你的身上 那些大臣们 这样待你 也可以说是不识姐姐 你的为人 可是父皇 怎么会 怎么会如此轻易 就被那些 老眼昏花之人所获呢 这奴 如今已没有什么武才人了 站在你面前的 只是一个仿佛的侍女而已 你若真的是为我着想 就不要再为我纷纷不平冷 也不要偷偷跑出宫来见我 陛下 已经斩断了我跟宫里所有的联系 如今 虽说是残存性命 苟延残船 但是 也能陪着宫主殿下 逍遥自在 把酒延换 智诺 你若真的想对我好 是不是就应该帮我 把这一份逍遥自在 好好地保持下去呢